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鑽牆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這條片原本應該在明早上才會說到 但是由於事發突然 所以就算現在香港時間是凌晨時分 比較少人看也好 都沒辦法照出了 事緣商務部在昨晚下發了一份通知 這份通知叫做關於做好金冬明春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市場補公穩假工作的通知 裏面提到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鼓勵家庭根據需要儲存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 滿足日常生活和突發情況的需要 這個罕見的呼籲 令到大陸有不少人都引起了猜疑 此外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亦都很快地在他的微博上 就著這件事和關於武統台灣的事宜 是表了態了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另外你亦都想藉著這個時間 先說少少台務相關的事情 神區生活台最新的影片已經發佈了 連結在我們這條影片下方的留言板可以找到 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支持 因為要拍攝相關的影片 所需要的時間和深晨 比起一般的評論片更加多 因為需要去到外景拍攝 另外在香港時間3號晚上8點 我們再會有一條新片發佈 大家敬請留意 以及記得訂閱神區生活台 說回今次這條影片的主題 就是商務部下發了通知 罕有地這樣呼籲大陸的民眾 需要儲存一定數量的必需品 滿足突發情況的需要 而且還要求大型連鎖的商貿企業 保障在重要時段和緊急情況下的正常運營 即是說不僅民眾自身要儲良 而且大陸還想把保工責任 亦都分攤到大型商貿企業 即是可能是在超市身上 好了 這件事在大陸引起了網民各種猜疑和議論 尤其是很多人將這份通知 和台海局勢連繫了上來 的確在商務部的通知中 沒有很詳細地去解釋 究竟甚麼是突發情況的需要 純粹將這個字眼陳述出來 難免會令人有很多遐想 究竟大陸會否真的在短時間之內 發動武統台灣呢 當然我自己的研判一直都說 在北京冬奧會勝利閉幕之前 大概這個機會是非常之低的 但我們又看看 究竟今次這份通知下發了以後 大陸的網民是怎樣想的 有大陸的網民認為 官方所指的突發情況 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說疫情導致國內的生活 必需用品緊缺 另一個是說中美之間 有可能發生一個嚴重的衝突 甚至會影響到企業的正常運作 有不少的網民都提出了 目前大陸的菜價已經漲了不少 包括肉類和雞蛋在內 都是嚴重的升價 青菜的價格甚至乎是升得更高 連蘿蔔都買到三四元人民幣一斤 針對大陸網民的各種猜測 官媒經濟日報就作出了解釋 他們就說 網民的密切關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因此而作出過度的猜測 而累積焦慮的話 就完全是沒有必要了 報導還說 商務部的通知的原意 其實就是擔心疫情忽然之間擴散 使得人們措手不及 大家的想像力不要太豐富 事實上 通知當中的那句說話 主要是針對疫情防控 部分的小區臨時封控 可能會造成生活的不便 從長期來看 亦是倡導居民提高應急管理的意識 增加必要家庭應急商品的儲備 作為國家應急體系的必要補充 這就是《經濟日報》的解釋 大陸那份 不過 仲然《經濟日報》作出了這麼詳盡的解釋 但是反過來 惹來更多大陸網民的質疑 有不少人提出了很多疑問 第一 有人提出了 為何官方的那份通知 是沒有說明原因 而僅僅使用了要滿足特發情況的需要 而要求那些居民 存儲生活必需品 如果《經濟日報》所說的原因 就是客觀事實的話 其實商務部大可以用《經濟日報》的說法 一早說清楚 就不會引起那麼多的遮想 不會引起那麼多的質疑 也不會引起那麼多的奇異 為何官方那份通知不用 反而《經濟日報》要作出一個解釋呢? 第二 有人質疑 只有在戰備的情況下 才會呼籲民眾儲存 全生活必需品 之前疫情經歷了那麼長的時間 其實大陸都沒有作出過類似的呼籲 或者起碼沒有商務部 要下發一份通知 特別那麼罕有地呼籲民眾要做這件事 反而 現在就做到了 大家都記得了 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時候 甚至乎大陸還走去自誇 就說 一日忠然做了很多小區封閉 那些人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運送的食品仍然是可以 送達到這個小區每家每戶 還拿這件事作為標榜 反而現在就呼籲人要 儲存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 還有 在疫情初期的時候 很多的省市動不動 宣布要進入所謂的戰時狀態 但是當時中央就要求 這些省市 你們不要濫用所謂的戰時狀態 是不是都用 好了 來到現在這一刻 商務部下發這份通知 叫民眾儲糧 經濟日報的解釋就是 要為了應付疫情的突發需要 其實算不算是將這個所謂的 戰時狀態是常態化了 現在才是戰時狀態 因為你儲糧 一般的時間來說 儲什麼東西是糧 又不是有饑荒 又不是大陸都說是豐收 官方的宣傳都說是豐收 當然 就著這件事其實就有另一個解釋 就是 關於歐盟和英國等的國家 取消了中國的普惠制關稅的優惠待遇 使得中國從這些國家進口貨品的價格提升了 當然從這些國家進口的農產品 或者是食品的份額有多少呢 就是值得相確 但是反正加得一元便得一元 到最後的成本 都是轉嫁在大陸的韭菜 大陸的民眾身上而已 好了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僅是這個所謂的普惠制關稅 優惠待遇要結束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中國現在和很多周邊國家的關係 都罵得很僵 尤其是比如說印度、越南等等的國家 有種說法就是 中國和這些鄰近國家的關係欠佳 導致在食物的供應上出現了不穩定的情況 我也認為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綜合了這麼多的因素下 會否就是商務部下發這份通知的真實原因呢 我認為其實每一個因素都會滲下去 當然你說是不是這一刻 就決定要武統台灣叫人來儲糧呢 我就認為一定不是的 起碼不是這一刻 可能就要嘗試叫大陸的民眾來去習慣這種狀態 就算你說打仗也不會馬上通知你說儲糧 明天就立即打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 起碼就叫民眾 起碼熟習一年半載 要儲糧了 有這麼多時間讓人練習 才是可以推動更進一步的事情 不可能現在這一刻叫人儲糧 明天去打仗 哪裡可以啊 想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究竟是甚麼時候呢 在今天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接受了日本經濟新聞的專訪 他就預計在北京東奧會 以及美國下屆總統選舉之前的這段時間 就是大陸對台灣出手的最佳機會了 為甚麼是下屆總統選舉之前呢 因為就要趁拜登的任期結束之前動手 拜登做不做得那麼久 你都未知的 因為還有三年多的時間很難說 世事多變 但是你說北京東奧會 其實是大家所預計的一個時間 起碼在明年的二月尾之前 就不會動手 一旦動手的話 就很難向世界展示出所謂制度的優勢 因為大陸就想借著北京東奧會 這個機會來展示出 原來中國的制度 比起西方民主的制度 日本正在行的一套是為之優勝的 當然他一定要成功舉辦 才可以這樣說 或者自言其說 怎樣說都好 所以在明年二月底之前 我就認為大陸是不會動手的 現在趁這個時刻 叫民眾儲定糧 習慣定這個操作 站在大陸的角度來說 其實是非常合理的 不是我支持他這樣做 我真的勸喻有些人 如果他理解能力低的 不要聽我的節目 比如說我上一次說 這個安心出行 遲早就會推展到超市和商場 有個人竟然說 我是支持安心出行 周外擺 說我支持安心出行 擺到超市 你理解能力這麼低的人 不要聽 大哥 對嗎? 我怎樣逐句解釋 不是我支持 包括現在我說 大陸推這個叫人儲良 我說可以理解 我說是合理 不是我覺得他合理 而是站在大陸的角度合理 有時候那些事情 不需要逐句話 畫公仔畫出場 那麼政治正確 是不是? 真的太過理解能力低 那些不要聽我的節目 我免得有時候 看到這樣的留言 真是無謂的 是不是? 轉一下台廳 低BD那些 接著我們又看看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就著這件事又表態了 他在微博上發表貼文 他說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懾 當然是起了作用 而且他還說 統一肯定是能夠實現的 因為中國實現 統一的軍事和經濟能力 越來越強 當統一台灣的大局議定的時候 時間表已經不再是最重要了 這就是胡錫進的表態 但是有不少大陸網民留言 說你老虎究竟底線是怎樣的 麻煩你明確來解釋一下 然後有人說 老虎的底線一個個被台灣破了 就是知道你不敢打 另外有人說 台灣島上哪有美軍 老虎你敢不敢上 然後老虎說說說 又發表了一條很長的貼文 其實他就是 說回商務部下發的這份通知 他好像做了商務部的代言人 他怎麼說呢 說台海問題的戰略主動權 已經牢牢掌握在大陸手中 這些又是三腹屁 然後就是精華所在 他說 我不相信國家會在這時候 通過商務部的一個通知 對外釋放民間需要 抓緊備戰的訊號 在我看來 加強抵禦緩衝季節性 以及災害所造成的 供應緊張的常備能力 才是商務部寫下這句話的本意 即是他有自己一番見解 但是老虎很出名的一件事 就是出名登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凡親經過他的口所說的 有很多事都是出現相反的結果 現在他竟然是代商務部 解釋的原意 就說不是在找備戰的訊號 但是老虎撞過這麼多刺板 似乎大陸那些網民 都不是很買他的帳 有人質疑他 哎呀 謝謝老虎的解讀 哎呀 我們放心去睡大覺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有個鐵粉 寫著是說 為了強行完成GDP的目標 刺激民眾囤積物質 只是窮人都沒有錢囤 好像老虎這一類的富人 就要馬上行動起來 應該在家的後院 囤幾噸的物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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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幾噸這麼變態 搞得他的米都生了 谷偶都未吃完 另外有人就說 從老虎法微博的往績來看 只要老虎法出來的那些 反轉看就對了 即是說他燈 這個就是 總之那些人全部 即是我看我 有六七成人都不相信他所說的話 當然 究竟到最後是為了備戰的目標 為了使民眾習慣這個備戰 或者叫戰時的狀態 還是還是純粹是因為經濟的原因 就是所謂的關稅問題 或者是供應不穩定 相信很快便能驗證得到這個事實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